接下来呢 跟大家来讲一下 云法 当我进攻 对进攻 对力量大的时候 上节目我们讲过回 这次我们讲云 云是往横向 一架 把他整个人 什么意思呢 他是一个控的方法 当我打他 对方抵抗 他会往前一个劲 顶住之后 后 横 一横 把对方调背对 这个时候 利用你踢法也好 扳法也好 扳法也好 碰进行打击 这叫云 通常是同手同脚 类似于 那么手一递 转到对方背后去 在这个角度 角度 冲击会把对方冲击出去 他的一个作用很大 大家老是觉得 调背对有什么用啊 大家要知道 拳台上 后脑 当步 当步 包括吸弯 这些地方都是不经打的 拳击比赛中 大家知道 后脑是不能够随便打的 学习行翼拳的真谛 关注微信公众号 实用行翼拳 或者加我的微信 实用行翼的拼音 感谢大家